7月25日 周德昭 加州湖北同乡会会长赵林 南加州大西北联合会会长江峰年 南加州北京联谊会会长申育明 美中文化协会会长林旭 以及当地华文媒体等各界人士近百人参加了本次的活动 在这里非常感谢我们南加州的华人华侨 对这次捐款的支持 我代表河南吧 河南这个整个河南的这个人民吧 然后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谢你们 首先感谢南加州桥界的 桥界的华人华侨 对我们河南老家的志愿和支持 在从去年到现在疫情还在在美国蔓延 那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华侨 生活也非常不容易 不管是做企业的还是个人的 都非常不容易 但就在这样困难的时刻 我们南加州的华人华侨能够团聚起来 因着河南的遭遇百年不遇的洪灾 让我们能够走到一起来 让我们心连心手拉手 在灾难发生的时候 我们和国内的父老乡亲一起同心协力 并肩作战 7月20日以来 极端强降雨侵袭河南郑州 新乡等地 河南省境内多地遭遇到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 多地发生了严重内涝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家乡的灾情牵动着海外同胞的心 美国河南联合总商会 在会长王立军 副会长罗豪等人的带领下 发起了南加州桥界为河南赠灾募款活动 立即得到了南加州各大社团和华人华侨的的积极响应 共收到捐款24,900美元 95,716人民币 身为河南人的汉天卫市董事长李基当即表示 代表汉天卫市捐款1万美元 我呢就是郑州生 郑州长大的人 在郑州工作了十几年 所以我们在目前在海外 作为媒体也作为海外的侨胞 我们用家乡的重建和抗震 就在做出一份我们的努力和贡献 希望郑州早日恢复一切 发布会上 在场各大社团侨领纷纷发言 发出了河南加油 郑州挺住的声援 美国河南联合总商会 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 洛杉矶华人华侨联合会 世界粤简寮华人团体联合会 南加州湖北同乡会 南加州大西北联合会 南加州北京联合会 美中文化协会等南加侨团纷纷捐款 陈惠弼主席代表南加华联捐款5000美元 南加州反独 促统论坛总召集人周德昭 个人捐款1000美元 洛杉矶著名时政评论员刘青 当场捐款500美元 这一次我们捐款 是我们海外华人的一片心意 我作为河南人的女儿 非常非常潜挂 假想了父劳 你们受苦了 水灾无情 人有情 自发来到发布会现场的当地民众 纷纷走上舞台捐款 就连几岁的小朋友 在大人的带领下 为帮助灾区民众 尽快战胜灾害 尽一份力 场面感人 令人动容 发布会呼吁南加州的广大侨胞 积极为河南灾区捐款 让河南的广大乡亲 尽快战胜灾难 全美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